原來很多人都以為 顏身醜麵只是茶餐廳的浪漫 今天我會教大家煮這個 九黃冬菇肉碎脆脆麵 很多人都會在inbox問我 到底選什麼煎餅才最好用 待會我會教大家 怎樣去選煎餅 現在先介紹材料 現在可以開火煎麵了 等待這個時間 我就會準備一下材料 順便說一下我選擇煎餅的心得 平時在家煎炒 最怕的不是不夠火候 而是油煙 整個廚房都是油漬 就更加難受 有很多廚民教你 怎樣快速清油漬 但就算有多好洗的清潔方法 都是自標不自盤 我會建議大家直接點 選一隻小油煙的餅 選餅來說 我覺得不鏽鋼是最好 有人會說 不鏽鋼很容易黏底 像這隻餅一樣 只要預熱兩分鐘 就不會黏底了 然後先放好麵餅 一個好吃的炒麵 當然要硬身 但不應該有黑邊 一焦了 不僅賣相會扣分 還會很不健康 平時去到這一步 我就要小心點火候 但我用這隻餅 就不用擔心火候的問題 只要我一直用中火 不用轉火 這餅就會維持在230度左右 這個恆溫功能 令食物怎樣煮都不會焦 就算你是新手 都可以輕易掌握這道菜 我在家 首先我會這樣蓋著它 然後翻轉 把麵餅出來 把麵餅推上去 麵餅差不多煎好了 我可以直接上去麵餅 不用擔心 然後做麵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